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酒魂焚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我们解读这些水不良山的英雄好汉 他们上梁山各有各的理由 有的人是结了仇了结了怨了 有的是犯了事了 有的是环境所迫 为生活所迫 但咱们今天说这个人 他这些问题都没有 他本来呢 又搁现代话说是民营企业家 富甲一方 这谁呢 就是北平大明府卢俊一 梁山伯后来的二把手 玉琴林卢俊一 家里特别有钱 我说得算民营企业家 而且这个人呢 也没怎么结仇结怨 也不怎么跟官府往来 但同时呢 他也不与朝廷作对 他是没有任何理由上梁山的 可后来习了糊涂 到了梁山 还当了头领 当了二把手 后来跟着梁山 接受招安 然后打方辣回来 给封了官 最后朝廷猜疑他 让他喝了毒酒 掉江里烟损 那卢俊一这个不归路 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咱们给大伙今天分析分析 你就看看人的性格啊 对人的成长 对人的经历得起多大作用 他一心报国 却被列进梁山黑名单 他武艺超群 却成为别人的工具 他空降成为梁山二当家 究竟有着怎样的必然 他又是如何被陷害成 水浒最悲剧人物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鲁俊一的不归路 这卢俊一呢 本来在这个大明府啊 过的是逍遥自在 门儿管他 家里有钱 整天呢 练了拳脚枪棒 家里头路子过得舒服 他被上了梁山 纯粹是让梁山的人呢 给惦记上了 说梁山这些人 怎么惦记上他了呢 是个偶然事件引发的 这个那个时候呢 梁山呢 朝盖是一把手 宋江二把手 那么当时朝盖呢 和宋江就已经互相有了心病 宋江的所作所为呢 分明是要架空朝盖 想夺权力 而且朝盖这个都能容忍 说本来当初我拉你上山 我就想让你当一把手 你想扩大影响 哥哥我认了 谁让我欠你的呢 没你当初这给我送信 我活不了啊 我这直接生成钢 那时候我就死在那儿了 我愿意 可是你不能这么干的 你要带领兄弟们干什么呀 招兵买马 扩大力量 跟朝廷讨价还价 你要受招安的 本来我们都反朝廷 你带着大伙 归顺朝廷 朝盖这时候心里不痛快 他可不想让宋江这么干 可是这人算不如天算 攻打灯头士 他让史语军射了个毒箭 死前留下遗嘱 说谁为梁山之主啊 其实正常的 他死了二把手钉 往上来 应该是宋江 何况宋江救过他命 可没想到朝盖 虽然中了毒箭 生命垂危 但是意识很清楚 若是有哪一个 抓到射死我的人 就让他做良善 良善活主 听起来和情和理 你看我死了 谁给我报仇血恨 谁就接我位置 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宋江一听坏 为啥 史语军能力多大 你要把他侵杀 武功得比他还高 宋江我这武功 我在梁山特别稳定 稳居到处第一 宋江基本不会武功 就知道这明摆着朝盖的意思是 谁当梁山之主 宋江也当不上 侵杀史语军对于他来说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说朝盖 这话是有所指的 躲开宋江 他想把梁山让给谁呢 让给暴头林冲 为啥 第一个 还人情 当年朝盖七兄弟 怎么在梁山战 白衣袖是王伦 不容他们 你们走吧 此地水浅 南阳真龙 林冲一来 气王伦 你既贤度能 刀抽出来 把王伦捅 这才让朝盖他们留在梁山 而且人家林冲不做大 你来 让朝盖当山寨之主 所以朝盖要还人情 但还人情为什么这个方式呢 因为朝盖清楚 水不梁山若有一人能侵杀史门宫 在当时来看 非林冲没数 为什么 咱们叫马下武松马上林冲 林冲的马上的功夫 梁山第一 说第一就保证能侵杀史门宫 还有一个隐秘之处 小说里没写 后来评书里给补上 这个林冲和史门宫是师兄弟 可是是师兄弟 师兄弟 他们可没朝过相 没见过 他们的老师呢 叫周同 是当时有名的一位武林高手 昆仑派的武林高手 这个周同一辈子收了四个徒弟 按进门前后排 大徒弟玉其林卢俊逸 二徒弟史门宫 三徒弟暴头林冲 关门弟子是谁 岳飞岳鹏举 就这四个徒弟呢 按进门前后 每个徒弟之间都没见过面 就卢俊逸没见过 史门宫 林冲也没见过 当然卢俊逸跟林冲后来见了 都在梁山上 等岳飞跟那三师哥 从来都没见过面 那么就因为这个原因 林冲对史门宫会那些东西 太熟了 林冲也都琢磨 怎么能够杀史门宫 这些办法 所以朝盖啊 留这个遗嘱 明摆着 是要把梁山之位 躲开宋江 让给林冲 宋江能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宋江就琢磨了 假如我能请了个高人 把史门宫给杀了 那对不住了 梁山之位这不还是我的吗 我这是现在梁山博代理董事长 你找个外人把杀了 梁山位置还是我的 所以这时候宋江四处打 可有这样的高人 北京大明府外 有一路远外 不知哥哥可曾听说过 于其林卢军医 正是此人 此人使得一身毫无意 地下石棍 马上石枪 天下无对 而且此人有家财万贯 良田千情 这个时候宋江就琢磨了 我非把他弄上山不可 让他帮我杀史文公 躲开林冲 这我才能保住梁山之位 而且同时 这是一箭双雕 为什么 卢军医家里有钱 他要能上山 万贯家财都跟过来了 梁山也有吃有喝了 军费开支也有着落了 就这么着 宋江这个时候 就定下计策 要计赚卢军医上山 也就是卢军医在那 喝酒吃肉 逍遥快活 他绝想不到千里之外 有一伙贼人正惦记他 要不了多久 恐怕我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主人夸奖了 其实小乙 平时闲来无事 就常常练习 那像主人 要操作如此大的家业 还得研究兵法韬略 哪有时间练功啊 来 这所谓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怎么把他弄上去 这还得找狗头军事 军事是无用 给他研究个主意 说这有钱人呢 你怎么骗他呢 这往往有钱人都聪明 要不他不能有钱吗 你要想让他信 就有一个办法 算命 他越是有钱 越信着算命 他为啥 你琢磨琢磨 这个人呢 控制的东西越多 他发现他控制不住的东西 就越多 财发的越大 越觉得我发财不发财 好像是上天的安排人 所以像这样的人 你要让他信 算命是最好使的 所以这个不用 扮成个老道 带李逵下山 会想无用功夫不行 李逵保护你 让李逵扮成个道童 告诉李逵啊 你不行惹事 有最好办法 想跟我下山 你得抓哑巴 不让李逵说话 所以李逵跟着 阿爸阿爸 这么着李逵呢 陪着无用下山 赶上往北平大北斧 这个无用啊 他心理学抓的是非常好的 研究非常痛 他知道 你比方说你晃的这铃子 为九坤英雄 指点民军 替什么什么排邮解呢 你光这么宣传 卢俊逸不理你 那年越兵荒马乱 酸瓜的人多了 越乱世 酸瓜人越多 无用采取有什么方式呢 独特的宣传方式 摇着铃铛 这旁边是这个李逵 打着他那棋 什么神机妙算的之类的 在卢俊逸府前 溜了一圈 在这架 没金刚钻 不懒此起活 想必是算得准 或者有异于常人之处 你看 这就打中了 卢俊逸的好奇心 你说即使这样 把他们请进来 某家倒要见识见识 这个算卦有什么能的 就这么拆下人呢 把这李逵无用了 就给请家里了 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 卢俊逸的不归路 好 欢迎你回到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 老梁故事会 你琢磨琢磨 请到屋里来了 其实心里头 已经有三分先入为主 他要这么贵 他肯定有能耐 他来了之后 这时候 无用再用三寸不烂之舌 两行灵力之尺 一无一时的 就开始给卢俊逸算上 卢俊逸是个聪明人 能这几句话就蒙住吗 这也是心理学范畴 坏就坏在这钱上 一个是价高 再一个是他先给了 你记住 人如果在什么上投入了 钱花出去了 他就容易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先花这俩钱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你说这个 钱你先给人家来 完了把人轰出去了 农英克家里人说 他算的一点都不准 他说那不准 你怎么先给钱呢 要说他们不准 你还给更250来 丢不起这人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这些江湖门头 他其实就是按人的心理学来的 就这么着卢俊逸呢 主观上 先入为主 已经信三分 再加上吴勇一蒙 先来 这时候吴勇说 我呀 在你家里墙上提首诗 哎 就作为一个风水符吧 他给提了首诗 卢花荡里一扁中 俊杰俄从此地游 亦是若能知此理 反攻逃难可无忧 我说这没啥呀 这不就说的是 你这跑到那去旅游去 躲栽吗 但你再看 头四个字连在一起 卢俊逸反 后来这个诗起到了 特别关键的作用 卢俊逸上来个山 就跟这种诗有关 卢俊逸手下 他有个跟从 浪子燕青 燕青这个人了不起 你别看出身低违 给卢俊逸当仆人 可是这个人文武全才 小伙长得也精神 那么后来京师铭记 李世诗都看上他了 你水虎108将 最后谁下场最好 燕青最好 领着李世诗 人家旅游下来 就跟杜碧月似的 那是豹德美人归 日子最逍遥的 燕青对所有形势 判断很准 这李逵无用 后来陆军一 燕青就说 主子啊 你信不得这些江湖术士的话 要我看 我都怀疑他们是良善的人 骗你死呢 你也忒狂了 跟山人这些 杀人不眨眼的对抗 结果怎么着 让人给算起来 咱们说燕青真是好汉 对主人忠心耿耿 燕青这时候在家里 已经被管着 李顾和贾氏排挤 知道他忠心 卢军一 这俩人勾的撑肩 你也知道 那不拿你当眼中定位 燕青 他一身酒气 看到切身 他就动手动脚的 李都管 他看见就上来劝阻 可燕青 还对他拳打脚踢 主人 小人从外面回来 就看见小乙哥 拉着娘子的手不放 还摸娘子的脸 李顾上前劝阻 可小乙哥 却对李顾 拳脚相架 李顾 出战 你看看卢军一 不识好来人 把燕青点跑了 他那个管家李顾 这也是个关键人物 这李顾啊 平常就对这贾氏夫人 垂涎三尺 也知道卢军一呢 打了一些武枪弄棒 冷落了贾氏夫人 这苍蝇不定无数弹 这李顾假设早密谋好了 马上得告官呐 他反贼呀 义士首提三尺剑 反时虚斩 逆沉头 你为何如此害我 卢军一 还有什么话说 拿下 大军府的官差来了 把卢军一给拿下 造反呢 投到大脑里 斩箭后吧 等着秋后杀你 这时候 该轮到宋江无用上场了 带着梁山大兵 兵发大军府接牢 和卢军一接走 所以事实上 宋江无用 等于把卢军一所有后路给断了 等于算解了卢军一 我说的这位朋友说 卢军一倒霉呀 这就是碰上这么一伙人来 没整过他 其实你再细琢磨琢磨 有句话就脚上泡自个儿走 卢军一自己就没责任吗 有责任 卢军一这个人 刚愎自用 轻易听不进人劝 他不听燕青的话 有三回 头两回还责罢了 一回是梁山人没想害他 第二回是梁山人救了他了 可是第三回燕青也救不了他了 这个打风落回来 卢军一梁山二头领啊 也给封了高官了 这个时候燕青就劝他 可是如今朝中 奸臣当道 我等兄弟们 班师回京的话 必定会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呢 主任 尤其是您 您的文桃武略 会被他们视作为眼中钉肉中刺 主任 小义私心作怪 望主任结甲归天 和小义去个僻尽之处 方能全身而退啊 为啥 你琢磨琢磨曹青干的什么事 咱们刚一招安 就让咱去打方落 咱以前干嘛的 天虎王庆 方落宋江 四大反贼 用反贼打反贼 这不诚心让咱们自相残杀 把方落斗倒了 下一个就会轮到我们 有道是狡兔死 走狗篷 飞鸟进梁工藏 敌国破谋尘亡 到这时候 朝廷也该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我等京中报国 心无旁骛 朝廷如何负我 主任 难道您没听说过 韩信立下十大功劳 最后老的为央功力斩首 韩信三七擅自称王 叫陈夕造反 彭越海维肉将呢 与杀身王家 大梁不朝高祖 鹰部功贤要酒呢 鹰部酒将授命 要谋汉地江山 是以汉高祖炸油云梦 令吕后斩之 燕青一看说不听 得了 花言巧语难救必死之人 算了 我搂着李世识 我玩去吧 燕青走了 卢俊逸的下场 咱们后来也都知道 朝廷呢 觉得他是个威胁 为啥他功夫也高啊 在一个梁山那些兄弟 还有跟着他呢 赐给他毒酒 这个毒酒 和给宋江的不一样 宋江的毒酒 是个慢性毒药 可是给卢俊逸这毒酒 是想很快就要他命 又怕他立马发作 人说你看这朝廷 刚给了酒喝完 他就死了 这不朝廷的事吗 所以蔡经杨检高丘同贯 四大奸臣出了主意 当皇上赐给他御膳之时 你们就要私下里花几个钱 说通了御膳房的厨子 在这食物当中 下上水银 这水银是金属啊 进到肚里头它渗透 一种是胃让你下垂 再一个通过血管渗透到身体 其他部位让你中毒 回来骑马骑不了了 走水路吧 走水路坐船 这时候江上起步 不禁一折腾的男兽 站在船头里 他中了毒了已经没力气了 就这么在水里厌下 对外人说 卢远外一十足掉水里了 没炒成什么车 所以一代北平府的大地主啊 石枪弄棒 能耐大的吓人的卢俊一 就这么说 一头栽的江里完蛋了 所以我们说卢俊一能耐大不大 大 可是能耐大的人往往就自负 人一自负就容易只相信自己 不相信别人 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对形式判断出现失误 所以我们说 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 自觉自己本事很大 越是本事大的人 越得多听取一下别人的意见 来弥补自己身上的小错误 因为往往能耐大的人被击倒的时候 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大毛病 而是因为一些小毛病 这就叫千里之地溃于乙穴 魏震海曾是西安到北黑恶势力的老大 贩毒 抢劫 持枪杀人 犯下难以饶恕的惊天大案 然而 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罪人 高强之内 他竟然越狱成功 踪迹决 是有人相助得以逃脱 还是他越狱手法实在高明呢 一年之后 魏震海卷土重来 再酿惨 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越狱狂博 魏震海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订阅